今天除了台风消息很重要之外 产业界大消息 我们就来看看华硕 太弱3%的人力 另外的宏达店呢 在这时候也要去挖边墙角 抢人才了 我们看到华硕在去年 美股是大赚21.99块 但是却传出要淘汰 不适任员工的消息 那么有华硕员工 他就投诉这个平面的媒体 华硕董长施崇堂呢 打算要展开人力 去无存经的计划 淘汰3% 那么绩效表现 如果您是处在后段班的员工呢 估计可能有300人受到影响 世界要太弱3%员工 没有听过 也是蛮奇怪的 怎么说 因为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的讯息 语医都来不及托 华硕员工台风天冒着风雨 也要赶进公司上班 只是听到自己随时可能得卷铺盖走人 心情无畏杂成 无奈是一定会的 只是毕竟是公司正常 也难怪华硕人无奈 去年华硕每股大赚21.99块 创新高 公司赚钱没先分红 反而听到董事长施崇棠宣布 要将人力去无存经 打算淘汰3% 绩效表现后段班的员工 以华硕全球1万名员工计算 恐怕有300个人就要失业 如果就算有应该就封头 好像红海也是有类似的措施吧 不要说砍太多是还可以 3%算多吗 3%还OK 之前3%太弱流强 华硕强调这是人力优化 并非裁员 只是消息一出 网路上意见两极 有人说华硕这是自损企业形象 担心造成恶心竞争 不过也有网友支持 华硕适度淘汰 不识任员工 所以就跟苹果是越来越靠近了吗 希望甚至能够超越 以苹果为假想敌 施重堂不得已寄出铁问 红海郭台铭领军作战抗函 也要落实打三呆除三嫌 都是要太弱员工 反观宏达店大家长王雪红 逆势真才 事实上是因为创新的这个过程 常常不是一个马上能够看到的尽力 创新需要人才 周刊报导 王雪红锁定笔电代工一哥广达 悄悄的挖来一批 有Windows 8平板研发经验的20人团队 打算要在明年推出5.5寸的大荧幕手机 就因为三星大手机 Galaxy Note跌破市场眼镜 全球大卖500万只 红达店推大手机 不只要正面迎战三星 也要迎接下半年即将爆发的Win 8商机 东西腾新闻夜九龙张博祥综合报导